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荣厚再说 当然在台湾最关注的就是 咱们的阿中部长也确诊了 希望早日康复了 但更惊悚的事情发生在墨静哥身上 就是上周 我竟然徒手 杀死了蟑螂 这是勇者 一般人用拖鞋去打都会有点害怕了 居然有人可以徒手捏死蟑螂 其实我也是非自愿的 因为毕竟视觉障碍者在日常生活中 会透过触摸去做探索 我就在不小心的探索过程当中 就捏爆了小墙 我想应该是那次蟑螂像一堵墨静哥的风采 看傻而言 所以才被人有机可趁 就不小心被我活活的掐死了 不过真的很恶啊 而且我在掐爆小墙之后 整只手都是蟑螂味 听众朋友你们有闻过蟑螂的味道吗 我告诉你 真的不太妙 我真的是洗手洗半个小时间消毒啊 说到这么恶心的话题 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没有在吃饭 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真的是小墙四处爬五孔不入围 台湾的蟑螂真的特别多吗 然后有哪几款蟑螂 台湾常见的蟑螂呢 其实有像是美洲蟑螂 棕色蟑螂 德国蟑螂 澳洲蟑螂 宗代蟑螂 还有花斑蟑螂 等一下 怎么感觉前面有个蟑螂很困啊 没有一个名字 直接叫它棕色蟑螂 就是棕色 因为就是体型就是棕色 这六种蟑螂呢 每一种蟑螂都有各自的生活习性 外观体型也不太一样 所以言下之意 要来介绍这些小墙的习性跟特性咯 其实大部分的蟑螂呢 就是喜欢生活在阴暗的潮湿处嘛 生活习性都差不多 所以这个是他们的共通点 像是美洲蟑螂 他们喜欢阴暗潮湿 大部分会出现在地下排水系统里面 说到这个我有一个很不好的印象了 你知道我们在念高中的时候调皮捣蛋 我们一群男同学 就真的把学校里的地下沟给挖开 你知道内幕真的是我看傻眼 那个地下道非常的深 然后打开的瞬间 阳光一照路 骑马上千只蟑螂 突然就就地解散 那光线照到地下道之处 你可以看到各种大大小小密密麻麻 不同尺寸的蟑螂一直在骚动 因为这是他们家嘛 一个村落的概念 他们就想说谁来了 我的天啊 画面很不舒服 不过这个美洲蟑螂其实还蛮强的哦 他们除了出现在地下排水系统里面 有可能也会出现在你们装潢隔间的夹层 管道或是壁橱或冰箱的地方 对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也都见识过他们的厉害 毕竟他从下水道接到住家或者是社区的管道跟着管线就可以直接进到屋内了 所以真的是无孔不入耶 而且最强的是 这种美洲蟑螂呢 在没有雄性蟑螂的状况下 还是可以直接进行孤雌繁殖 孤雌繁殖意思就是不需要攻的自己来 自体繁殖 哇哦 有点可怕 有点强 难怪叫小强 而第二种棕色蟑螂呢 也是喜欢在阴暗潮湿的地方 生活习惯跟美洲蟑螂还蛮像的 为什么要这么孤僻呢 这么阴暗呢 虽然晒晒太阳吧 他们呢除了喜欢在厨房 还有食物储藏区 排水沟 垃圾堆等 不叫脏乱 但是又温暖的地方 都是他们的家 刚才不是说个性很阴暗吗 喜欢在阴凉之处 又跑到这些温暖的地方 不过我想不外乎跟食物的来源有关呢 不过他跟美洲蟑螂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他们比较主要是吃植物类的食物 美洲蟑螂就是杂食类 就是什么都吃 但棕色蟑螂比较偏好植物类的食物 那你难道还吃在念佛吗 不过蟑螂的食物来源不太一样 喜好的口味也是不同的 那再讲到德国蟑螂 德国蟑螂又有一点不太一样 他们喜欢生活在高温又高湿的地方 高温高湿 所以不是阴暗处 室温稍微高一点的地方 而且他们有很强的耐药性 还有繁衍也很快速 躲藏的位置也非常的广泛 像是哪些地方 比较常见在餐厅啊 旅馆啊 食品加工厂啊 甚至是在电器的马达跟电路盘里面 哦呦 这个我也有经验 就以前住家里面的设备就故障了 结果呢 想说那自己动手来DIY修修看 没想到摇着摇着 就蟑螂就喷出来了 还有冷气机里面 就是在那个滤网的部分 打开哇哦 里面也是德国蟑螂 因为机器运转的时候都会发热嘛 刚好符合他们的习性 而他们的是比较偏扎实性的肉食性 尤其喜欢吃腐败的东西 好所以厨余啦 或者是这个餐厅啦 食品加工厂 容易产生这些腐败性食物的地方 好像就是他们蛮喜欢的 德国蟑螂就是一群肥宅 非常喜欢吃油脂类的东西 你这样讲肥宅会生气吧 他们呢就是食物短缺的时候 不只是同伴的尸体 或是各种的腐肉 他们连肥皂 胶水 或是润滑油都会拿来吃 这个我也有见识过 过去我在Yahoo上班的时候 我们班同事同事大家都喜欢买一些 你看过那种舒压小物吗 就是那种可以挤压的东西 有点像情绪宣泄的小物 可以按他们很疗愈 我同事就买了一个面包造型的 这种可按压的出气小桶 结果你知道吗 他不仅做的像面包 上面甚至有面包的香气 还有那个光泽 看起来就好像真的烤出炉的面包 没想到蟑螂也被骗到了 因为他有面包的香气 看起来也这么美味 蟑螂就去啃它 但它其实是塑胶的材质 就这样被蟑螂给啃了 他们可能觉得 反正只要可以吃下肚子的东西 可以填饱肚子就好了 所以刚才小王你说的那几种东西 加上塑胶只要有那个香气 它都吃 真的是蛮可怕的 每种蟑螂都很顽强 为了生存下去什么都可以吃 那再来提到澳洲的蟑螂 它跟美洲蟑螂常常一起出现 就是地下水道啊 除此之外像是盆栽 橱柜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 但比较特别的是 它们是植物性的蟑螂 所以澳洲蟑螂也是植物性蟑螂 也是喜欢啃食植物的蟑螂 素食蟑螂 那跟刚才的棕色蟑螂很像咯 对啊它们特别喜欢蔬菜水果或是苗 所以呢很常出现在温室有农作物的地方 所以如果家里的餐厅我们喜欢放一些水果 都以为不用去特别包装素食 可能澳洲蟑螂已经盯上这些蔬果跟本栽了 那如果它们在居家的环境出现的时候 就会去啃咬衣物书本或画作 可是衣服耶 通常是纤维嘛 植物纤维棉花 嗯 那再提到第五种常见蟑螂 综带蟑螂 综带跟棕色的差别是 综带蟑螂 外观上前胸背板就会有完整明显的黄色细条轮纹 环内的颜色主要是深褐色 谢谢你的口述一下描述 它好像有点太仔细 好恶心啊 而综带蟑螂呢 无论是居家环境 食品加工厂 营业场所 或是办公大楼 都可以很常看见这种小小只的综带蟑螂出没 嗯 所以几乎也是无所不在 而且看起来他们其实也都混居在一起耶 你说美国蟑螂啦 棕色蟑螂啦 澳洲蟑螂 德国蟑螂 还有这个中代蟑螂 其实都mix 大家都很欢乐的在一起 就跟人类比起来是一个种族融合 多元成家的概念 可以这么说啦 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彼此吃彼此的尸体 好像有可能 有啊 刚才有提到那个喜欢吃腐肉的德国蟑螂 德国蟑螂 就会吃同伴的尸体 我看他们应该也会吃不同物种的蟑螂吧 而中代蟑螂呢 他也是喜欢躲在阴暗的夹缝处 所以在居家如果看到桌椅的衔接角 或是柜子的夹层 还有纸箱 都可以看到这种中代蟑螂 这么说起来 墨镜哥真的得把工作室里的纸箱都给清一清了 纸箱里面特别多耶 对啊 而这种中代蟑螂呢 他也是扎实性 特别喜欢糖类或淀粉 所以有食物残渣的时候 就会引来这些中代蟑螂的踪迹 嗯 这么说起来 他们是喜欢甜食 Dessert的蟑螂 不过好像蟑螂都蛮喜欢吃甜的呢 最后呢 还有第六种花斑蟑螂 也是台湾常见的蟑螂之一 我们也要来口述 影像描述一下他的模样嘛 他就是全身是暗蝌色 跟其他蟑螂比起来 颜色比较多一点啦 就是 腹部的背面有特殊的黄色 还有黄白色的斑纹 所以叫做花斑蟑螂 哦 对啊 但没有很可爱哦 各位听众朋友不要想太多 而花斑蟑螂呢 常常在厨房卧室或储藏室 还有蛛色的地方都会看到 蛛色好特别的场域 而且呢 最可怕的是 雌性的花斑蟑螂 一生只需要交配一次 一次的时间长达两个小时 之后呢 就可以自行无性生殖 而且是终身 都可以无性繁殖 所以意思是 他们有个除精式吗 唯一的一次交配 长达两个小时 就可以把所需要的这个 受精 传宗接代的能量 都除去好就对了 有点可怕的一个习性 其实几乎好像所有蟑螂 都有办法 光是靠雌性 就自己交配起来 这样怎么行 这算是DIY 都没有享受到雨水之欢吧 不过蟑螂的雨水之欢 应该画面也不会很性感就是了 那墨金哥以前在美国的时候 有看过真的这些美洲蟑螂吗 还是其他品种的蟑螂 如果在室内的话 真的很少看到蟑螂 我也蛮好奇蟑螂们都去了哪里了 还是美国的家里面都是其他的动物 其他的昆虫 但其实还是有蟑螂的 特别是在厨房啦 有厨余或食物的地方 偶尔还是会撇见蟑螂 因为美国的家是不是都是那种 就是你垃圾头进那个头地口 不是自己出一道垃圾 对对 我们的厨余的处理方式就是直接sink 我们那个洗手槽底下呢 它就是有shutter 就是你只要按一个按钮 所以厨余就会在底下像果子机被打烂 然后水龙头一开就可以冲走了 所以我在猜应该管线里跟下水道 应该还是有不少蟑螂的 不过呢最近美国就有一间储存公司 他们想出了一个蛮可怕的赚钱方法 他们呢在美国征求5到7个家庭 让他们可以放100只蟑螂在家里面 长达30天来测试他们的全新灭障技术 这真的是一个蛮另类的行销啊 我还蛮好奇到底有谁会希望家里出现100只蟑螂 当然这个是有报酬的 他们要支付参与测试的家庭 每一个家庭2000美元 2000美元的报酬则换成现在逼近1比30的 汇率来算的话 这样子也有高达6万块 一个月但是你要跟100只蟑螂一起共存 这个条件够不够诱人 我想听众朋友是见仁见智啦 总之呢是一间储存公司 位在北卡罗来纳州里面 North Carolina 他们在官网上征求5到7个家庭 协助他们测试他们的新灭虫技术 而获选的家庭呢 就要让他们放置100只每周蟑螂在家里面 我们等一下要再请金总回去 听一下小王说的每周蟑螂的习性跟特性 过去我不知道这样的传言 对不对 人家说你看到一只蟑螂 家里就有100只 如果是他们放了100只 那一只家里有一万只蟑螂 好可怕 他们在其中可能也会自己繁殖 我的天 然后呢在长达30天的灭虫工作当中 该公司的技术人员就会全程拍摄 这些全新的杀虫方式是怎么作用的 而在这一个月里面呢 参与的家庭成员 并不可以使用其他的灭虫技术 只可以用他们公司提供的新技术 来处理这些蟑螂 也就是你不可以鞋子脱鞋拿起来就打 所以这根本就是一个另类形象的手法咯 不过我觉得如果他们的产品 真的可以达到很好的灭章效果的话 也不失为是一种饥饿行销啦 该公司也承诺说 如果30天后蟑螂没有被完全清除干净的话 他们就会利用传统的灭章技术 来帮这家庭完整的清除这些蟑螂 等等等等 怎么好像给自己留了一个蛋书啊 希望他们的新产品还是可以彻底的消除这些蟑螂 不然还要切换回传统的模式 这样就丢脸了 不过我真的很好奇耶 2000块美元让100只蟑螂陪你度过一个月的时间 大家真的能接受吗 听众朋友你们能接受吗 我也蛮好奇 美国人能接受吗 每个网友都表示说 我无法跟100只蟑螂相处一个月 还有人说才2000块美元太少了吧 给我200万我再考虑看看 还有网友很坚决的说 就算给我100万我也绝对不可能接受 还有网友很务实的说 100只蟑螂30天之后可以生出更多的蟑螂吧 是不是 应该就不止100只哦 对1比100这个概念 所以100只乘以100 就是1万只了至少 不过呢 我觉得应该有个合适的人选 可以参加这个计划哦 真的吗 就是墨镜哥啊 是因为我徒手掐死蟑螂吗 免紧张 我要再去洗手了 不过话要说回来 我觉得有几个类型的蟑螂 我徒手也抓不到 那就是传说中会飞的蟑螂 我也想要问问小王 你有听过这个说法吗 会飞的蟑螂就代表它是 怀孕的母蟑螂 有哦 这个传言其实流传已久 在社群上时不时就会冒出来 但是这其实是一个迷思哦 所以意思是说会飞的并不是怀孕的母蟑螂 这是假的 虽然蟑螂很恐怖 但是会飞的蟑螂更恐怖 这是一个几乎所有人都认同的一个道理 会飞的蟑螂就是怀孕的蟑螂 这样的说法呢 其实流传蛮久的 除了这件事情以外 其实他另外还有提到说 怀孕的蟑螂就算被打死了 或是用杀虫剂杀死了 还要用酒精去烧过 不然幼虫孵化之后就会产生抗药性 这个我就没有听过了 有这么夸张 当然呢 现在就要来破除这个说法 因为它是个迷思 因为如果按照这个说法的话 那这个蟑螂就不是小强了 就叫做超强 对没错 蟑螂呢 大部分都是属于爬虫性的昆虫 有的蟑螂呢 翅膀已经退化了 甚至缩得很短 另外呢 蟑螂的前翅 其实已经变得格直化 变得比较硬 而且有保护的作用 所以就算用拖鞋打 也很难一下子打得死 原来是这个原因 其实很多听众应该也会看到蟑螂 就想拿拖鞋砸过去 这个是人的本能反应 因为其实也不太想太靠近蟑螂 想说拖鞋砸过去 如果可以把它打死的话也不错 但现在蟑螂真的有时候拍打了也死不了 难怪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它们的前翅已经变硬了 对 变成它们的一个壳 那可以飞的呢 就是它们的后翅 它们的后翅比较薄 有飞行的功能 啪哒啪哒啪哒 飞在空中 但一点都不漂亮的画面 但基本上蟑螂是很少会飞的 OK 那什么样的情况底下蟑螂会飞起来 真的跟它们是不是母的 是不是有怀孕无关咯 只要是蟑螂就会飞 也蛮合理的啦 因为毕竟是昆虫嘛 其实蟑螂是并不爱飞的 蟑螂会飞的只有受到惊吓 或是需要长距离飞行的时候 或者是公蟑螂 被母蟑螂的费洛蒙影响 想要去追这个母蟑螂的时候才会飞 原来是受到惊吓 可是它们飞起来的时候 通常受到惊吓的都是人类 还有想要移动的时候 可能觉得太懒了要爬过去 跟着就啪哒啪哒飞过去吧 最后这个真的是我无法接受 虽然它是一个很浪漫的爱情故事 因为这个费洛蒙吸引了 母蟑螂跟公蟑螂要结合 但是就觉得哪里不太舒服 那另外为什么蟑螂有时候 会不停的想要飞到人类的身上呢 有这种状况 甚至很多天众朋友 可能在骑机车的时候 都有蟑螂突然飞到自己的安全帽前面 真的很想死 其实环保署也有给出答案 就是因为蟑螂失控了 所以才会不停的往人类身上飞 所以是他们的坐标乱了吗 不过通常飞往人类 绝对没有什么好事会发生 台大昆虫系的徐尔烈教授 就曾经表示说 怀孕的蟑螂其实反而比较不会飞 毕竟怀孕的时候还要外出 被人痛病的机会可是就大多了 对啊 就像我刚才说的 蟑螂往人的身上飞 绝对不会有好事发生的 那另外一个迷思呢 刚才提到了好像还要酒精火烤 打死蟑螂要用酒精烧 才不会生出有抗药性的后代 但其实多此一举 因为蟑螂的幼虫 只能在俗称红豆的软鞘里面繁殖 蟑螂的软鞘看起来真的就是一颗一颗一颗这样的红豆 所以你如果在家里发现 家里怎么有红豆 不要太开心 这个是蟑螂的蛋蛋 蟑螂如果软鞘裂开 暴露在空气中的话 幼虫就活不了了 是这样子吗 对啊 所以就当然不可能有出现抗药性的后代 只是当时怕你杀那个母蟑螂的时候 没有杀干净 让软鞘里的幼虫活了下来 那就很尴尬了 所以蟑螂就会浮华 整个就是很不舒服的画面 我们就不要再用口数影像 帮你说的更细了 品种朋友可能会觉得 Oh my god 但是我们刚刚也讲了 在台湾常见有这六种蟑螂 这六种小墙 他们的软鞘 还有他们是一次生一胎 一次生好几胎 他们到底一次可以生几只啊 其实依照品种的不同 每个软鞘里面可能就有 16到44只的幼虫 所以真的非常的会生 这也难怪他们说 你如果在家里看到一只蟑螂 绝对等于 有另外100只 也在你家里准备开party喔 可怕 另外呢 研究也有提到说 蟑螂绝对不要用手去打包 嗯 虽然这样很man又很帅 但是因为蟑螂肚子里面 实在太多脏东西了 虽然手起刀落可以让症状永不超生 但是那种会导致人体牙齿穿孔 或是舌头溃烂的统线虫 也会从肚子里面喷发出来 要特别的注意 很好 所以墨镜哥虽然很man 但我要赶快再去洗手消毒刷牙 避免统线虫出现 带墨镜哥去洗手消毒刷牙 脸舌头也要刷刷的片刻 我们现在就先来收听来自HOVA社团法人 台湾视觉希望求会的公益广告 别走开 回来之后 我们马上来告诉你 灭张的好铁布 下是美国疫情的最新讯息 美国确诊人数高达135万 川普除外 好厉害哦 可以在广播节目中侃侃而谈 而且他还拿起手机开直播 一点都不会确诊 你也可以的 一回生二回熟 只要多加练习 每个人都有机会做得到的 是这样吗 可是一般训练都是提供给社会大众 并没有听说 有提供给视觉障碍者的训练方式啊 前几天我在脸书有看到 社团法人 海湾视觉希望协会的相关培训课程 提供给视障者参加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们上网查询一下好了 台湾视觉希望协会 提供了中途失明者支持 视觉障碍者生活重建训练 每年还会举办 视觉障碍者广播电台人员培训 视觉障碍者舞台表演人员培训 口述电影制作及培训等相关服务 如有兴趣了解 可上网搜寻关键字 Hoba 台湾视觉希望协会 好 欢迎收看 Back to Purple Power,小名字爆爆,我是Dr. Moore 我是隔壁小王 墨金哥已經去把手洗乾淨消毒刷牙刷舌頭 回來了,我們接下來就是最期待的片刻了 怎麼樣來滅章? 在提到怎麼樣滅蟑螂之前 我們要先提到一個必須要注意的事項 也就是現在的蟑螂已經進化了 等等,你說進化了嗎? 真的從小強變成超強了嗎? 蟑螂本來就是地表最強的生物 他們活得比人類還久嘛 人類科學家最近還發現說 傳統的毒耳殺章效果已經越來越差了 所以他們進一步的研究才發現說 小強已經完成了暴力的進化 違逆他們的生物本能 讓他們的腦部神經元發生改變 所以他們現在已經不愛吃甜食了 他們只要吃甜食就會覺得反胃 這時代是太驚人了 Amy,難道你是餵食刀逆流了嗎? 如果聽眾朋友也時常在看節目就會知道這是什麼梗了 蟑螂不喜歡甜食 這真的是很嚇人 過去你只要在家裡或者餐廳 如果他的環境很髒亂的話 你很容易發現甜食吸引到蟑螂 也就是小強的出沒 而如今為了怕被人類給消滅 小強進化成超強 竟然不吃甜食 因為剛才有提到蟑螂是雜食性的昆蟲 因為喜歡吃脂肪、油脂 喜歡吃甜的、喜歡吃濕的 還有同伴的濕體 不過這些喜愛香、甜、油的食物 就讓人類利用這個弱點 開發出有甜味的毒藥來誘殺他們 這個還蠻有效的 市面上有很多市售的誘餌 就是蟑螂、蚂蟻、各種這種害蟲 就會用他們特別喜歡的氣味 跟味道來吸引他們上溝 而這樣的蟑螂藥在1980年代 是有奇效的 不過短短幾年之後 在美國佛州的居民就覺得 沙蟲劑好像漸漸的失效了 對蟑螂不再這麼有效 如果民眾的發現是事實 那我們要有一些科學的根據 日本的科學家聖佑林子 就對這個現象加以分析 他們讓不吃蟑螂藥的德國蟑螂 吃下葡萄糖 結果顯示 這些德國蟑螂的甜味神經 對於糖分無動於衷 反而是感知苦味的神經發揮了作用 這樣好奇特喔 所以他們吃到甜的 並不是感受到甜的 他們吃到甜的反而是覺得是苦的 沒錯 當這些德國蟑螂吃到甜食之後 就會馬上覺得 喔 苦惡 噁心 然後就會逃離這些耳食 就不會再去吃那些蟑螂藥了 這也太神奇了吧 而且更可怕的是 這些蟑螂完成這樣暴力進化的時間 只有五年 短短的五年就可以改變蟑螂 對於美食的誘惑 那這樣意思就是說 未來我們吃甜食就不用擔心有蟑螂囉 不過五年要改變一個物種的習慣 真的不容易耶 沒想到對於小強是如此輕而易舉的事情 五年按照蟑螂的世代計算 大概是二十五代 五年他們就可以生下二十五代的子孫 而二十五代呢 就讓他們扭轉了族群的口味 讓人類對付他們的武器無效化 真的是倒抽一口冷氣 太可怕了 而這樣的變異呢 不只在佛州 像是在南加州 新西納提 波多里各 德國 南韓 俄羅斯 都慢慢開始出現不愛吃鐵食的蟑螂 而且每一個品種都有 真可怕耶 不同類型的蟑螂 竟然都可以接受到這樣的一個訊息 而且還跨區域 跨國別 我只能說 不得不佩服他們的暴力進化 不過話又說回來 人類也可以在右耳上再做一些改變嘛 科學家表示呢 如果除去耳食中的葡萄糖 還是可以吸引一些蟑螂去吃啦 可是他們擔心說 再過一段時間 他們又進行了別種進化 可能就不會再害怕人類的各種毒藥了 到時候如果發生這樣的狀況 我只能說 人類真的是輸給了小小的昆蟲 他們叫做小強 但是他們進化的實力 可是超強 就算他們再強 人類還是處心機率 就是要把他們除掉 畢竟害蟲無異 那就是要把它去除囉 我想我們的聽眾朋友 應該有很多自己殺髒的撇步吧 但你知道 有些我們常見的殺髒 除蟲的方法 其實挺NG的 對啊 如果家裡出現蟑螂 應該很多人都會文之色變 馬上開始滅章大作戰 但是呢 有時候不管怎麼消滅 還是可以看到蟑螂的痕跡 可能就是犯了一些 滅章的NG方法 沒有辦法有效的消滅蟑螂 而且還會越殺越多 越殺越多 這個也太噁心太可怕了吧 不過我想一想 我除了這一次 在看不到的狀況底下 徒手殺了蟑螂 以前同事就很喜歡 找我去他們家幫他除蟑螂 所以墨鏡哥可以開一個 不NG的殺髒公司了 不過我們還是要聽聽看 專家怎麼說啦 究竟我們習慣的這些除蟑 殺蟲害的方法 真的有那麼NG嗎 台大的昆蟲系教授 徐爾烈教授 就分享了一些殺髒的NG方法 第一個方法 脫鞋滅章 這個方法非常的常見啊 而且剛才也說了 有人害怕接近昆蟲蟑螂 拖鞋拿出來飛過去就對了 這方法有什麼問題 哪裡NG了 這個方法NG的點就在於 沒有消毒 很多人都有拿拖鞋打蟑螂的經驗嘛 小強怕拖鞋 但是因為蟑螂呢 在臭水溝或是化分池活動 所以身上有很多的細菌 病原菌 寄生蟲 所以如果你拖鞋殺蟑螂之後 沒有把地板擦乾淨 或是馬上消毒的話 細菌就會蔓延開來 對家人的健康造成影響 噢我的手 墨鏡哥又想到我徒手殺死蟑螂 他們爬過化分池 地下水到所有髒到不行的地方 也拿拖鞋去打 都要把拖鞋做消毒囉 那我的手該怎麼辦 那正確的做法到底是什麼 正確的做法呢 就是拿拖鞋打完蟑螂之後 把地板跟拖鞋用酒精 這幾年大家都用的很熟悉了 或是漂白水 消毒清潔就可以預防細菌 嗯好 我等一下再去洗手 再用酒精 漂白水可能太傷手了 但酒精一定需要再噴一噴 第二個方法 噴沙蟲劑 噴沙蟲劑也NG嗎 因為噴沙蟲劑的時候 那個煙霧啊水霧會四處的分散 很容易就污染到家具 現在試塑的沙蟲劑呢 基本上都是除蟲體內沙蟲劑 只是把蟑螂給噴昏 不太容易直接把蟑螂殺死 所以意思就是說我們以為 擦蟲劑噴下去蟑螂翻肚了就是死掉了 但其實他只是昏過去 這真的超NG耶 對啊 所以如果你想說 喔蟑螂已經翻肚了 你就先放著 想說明天早上再來掃乾淨的話 他可能已經醒了 然後就跑走了 哇塞 超NG超嚇人 那到底使用沙蟲劑的正確做法該如何 除了噴完沙蟲劑之後要做一點清潔之外 要記得斬草除根 當下噴昏了就當下要把它徹底的解決掉 不要真的把它留在那邊 等到隔天早上再來處理 只能說世界上沒有醜女人 只有懶女人 而世界上也沒有打不敗的小槍 只有懶得去處理的小槍 第三個方法是利用乾燥不荷葉或橘子皮 用氣味熏走蟑螂 用氣味可以熏走蟑螂嗎 這個方式可能要問問我們的聽眾朋友囉 我是沒有使用過這個方式 但是如果採取這個方式 它NG對點又在哪裡 有些人呢 會把一隻蟑螂放在玻璃瓶裡面 用橘子皮幾隻噴在它身上 就可以看到蟑螂死掉了 但其實這個理由是因為 橘子皮上的油脂 把蟑螂的身體給包覆 讓它無法呼吸 而不是因為橘子皮上 有什麼特殊的氣味把它給熏死 原來如此 不過聽眾朋友你會這麼做嗎 前面這個也蠻噁心的 把蟑螂放進玻璃瓶裡面 然後再用擠出來的橘子汁去噴灑它 你以為是裝置藝術嗎 還要看它痛苦的在裡面掙扎 這也蠻可怕的 那到底正確的做法是什麼 就是要把精油給提煉出來 噴到蟑螂身上才會有效 讓它們無法呼吸 而不是拿乾的葉子或是橘子皮去熏走蟑螂 蟑螂反而會去吃那些東西 很好 除非你想的是要圈養它們 而不是除蟲害 那你就可以這麼做 第四個 殺張毒耳放著不管 這個也不行 這個也NG 我們都知道除了上述這些方法 可以殺張除蟲之外 當然買幼兒、毒耳 毒死它們最方便啦 可是如果放著不管 就NG了嗎 因為殺張毒耳是有效期限的 如果過期長黴菌或是變硬 蟑螂就不會吃了 OK 所以一般來講 一個蟑螂耳機 大概三個月就要換一個新的 這樣聽起來是蠻有道理的 這也讓我想到 我以前還看得到的時候 也有一個很荒謬的事蹟 是什麼事情呢 我過去也有買這種毒耳 甚至還有蟑螂屋 還有黏蟑螂的板子 不知道小王有使用過這些設備嗎 有啊 大部分都有用過 你覺得有效嗎 噗噗噗噗 沒有很有效 我有一次最經典的就是看到 擺了一個蟑螂屋在那裡 但蟑螂沒有進去 因為他太大隻了 但他很想要進去蟑螂屋裡吃東西 他就頂著那個蟑螂屋往前推 整個蟑螂屋核就被他這麼推動 我就想說 OMG 蟑螂屋會動呢 就是一個移動房產的概念 房地產 霍爾移動的城堡 但是一個極度可怕的畫面 如果使用這些毒耳 究竟怎麼樣才不NG呢 總之呢 就是要定期清除這些沒用的毒耳 過期的就不要再用了 如果你只是在旁邊放新鮮的耳的話 蟑螂也不會去吃的 因為他們就知道 旁邊那個是舊的東西 不會再去管這些東西了 還真挑嘴呢 小王替我們整理了這些 聽眾朋友啦 還有墨金哥 時常在使用的滅章的方式 大NG以及怎麼樣不NG 可是過了這麼多年 蟑螂在地球上都開開心心 活了兩億多年 而人類還在這裡繳盡腦汁 我們究竟有沒有一些 比較科學的方式來處理它們 最近呢 由日本的京都大學科學團隊 首次嘗試以 Crasper CS9的技術 編輯了蟑螂的基因體 誕生了他們的首支 基因剔除蟑螂 基因剔除蟑螂 聽起來好酷喔 這個蟑螂是可以變成 機器戰警 機器蟑螂嗎 這個Crasper CS9呢 簡稱叫Crasper 叫做基因剪刀 是最近10年被發明的著名技術 它們呢可以引入人工合成的DNA 達到基因編輯的目的 而這個技術呢 就是為癌症啊 遺傳性疾病啊 還有一種器官移植的療法 可以帶來嶄新的突破 所以意思說 可以透過基因剪刀的方式 來消除掉蟑螂 或者某些害蟲的DNA 比如說呢就有科學家研究出 帶有抗虐疾基因的蚊子 把這個基因呢 遺傳到下一代 可以一勞永逸的遏止虐疾 這聽起來還蠻酷的耶 可以防止虐疾 透過基因剪刀的方式 讓蚊子它們的下一代 就不具備 散播虐疾的能力 聽起來還挺好的啊 不過呢 這個Crasper的技術 在昆蟲身上 是有很多限制的 因為如果科學家 想要編輯昆蟲的基因 就把它們的遺傳物質 注射到昆蟲的胚胎裡面 但是昆蟲的胚胎 大部分都有硬殼的保護 比如說蟑螂 蟑螂的卵 就有一個堅硬的外殼 所以呢 如果想要對這些昆蟲進行基因編輯的時候 就有點費工 而且束手無策 確實耶 蟑螂的軟鞘就是人如其名 小強 又硬又強 如果基因剪刀剪不掉的話 那該怎麼辦 京都道學研究人員呢 採用的最新方法 就是把它們的遺傳物質 直接注射到成年的雌性蟑螂裡面 只要這些雌性蟑螂注入遺傳物質之後 它們運輸的下一代 就會是基因編輯過的蟑螂後代 而這個編輯過的基因呢 也會則是後代的交配 繼續的傳遞下去 聽起來是蠻酷炫的 對於母蟑螂下手 透過基因剪刀 進行基因的編輯 就可以把這些 他們想要留下來不要的 全部都傳遞給下一代 但是目前為止 有什麼成功的案例嗎 比如說呢 他們就嘗試著 把有白色眼睛的基因 注入到德國蟑螂的體內 就觀察到生出來的德國蟑螂 大概有21.8% 都有出現白色眼睛的特徵 這算是一個蠻顯著 很重要的實驗 不過這樣看起來 還是處於實驗的階段 也就是希望 可以透過基因剪刀 那未來說不定 他們可以讓蟑螂 生下來就沒有腳 沒有翅膀 或者生下來愛乾淨 不喜歡陰濕的環境 好像也不錯 或者身上不帶細菌 這可能嗎 但不太確定他們的團隊 真正的願景 透過基因剪刀 是想發揮什麼樣的功效 因為很多的昆蟲呢 其實有一部分是害蟲 所以他們希望可以用這個方法 對農業害蟲的控制上有更多的幫助 同時也可以協助一些發展中的國家 開發出可食用的昆蟲 蛤? 好 可食用的昆蟲嗎 嗯 可是現在不用基因改造 不是有些國家 就已經在使用某些昆蟲了嗎 可能可以更安全的使用這些昆蟲 愛乾淨的昆蟲 Anyway 以上就是今天精彩的節目 我是Dr.墨墨鏡哥 我是個B小王 我要去洗手了 再消毒 記得下週同一時間 我們現場再見 這個研究的團隊想針對發展中的國家 提供可以使用的昆蟲 那如果蟑螂生命力這麼強 又能夠增產爆裹 那基因剪刀咔嚓下去 小王你吃嗎 如果是可使用的蟑螂 我們是已開發國家 所以不用吃 OK